大家好 欢迎收看Utru Free 欢迎回到影文对谈这节目 我是大家的主持人 今天再次请到我们的顾客嘉宾夏冬 来到国家电影的 大家好 又是我夏冬 别来无恙 大家乖不乖乖我们 哈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声音不同了呢 就是这样的 为了提升这个节目的得手 就带了一句子 带了一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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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可以听得开心点的 不过我个人也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不喜欢的话 也没办法的 但最可怜的那样东西是什么呢 她的夏冬嘉宾是小弟 声音还是这样拆的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是有最听的价值 不过奈何 声音质量比较差一点点 如果有多余钱的不如打伤一下罕客解囊 或者是Super Sticker 又或者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在我们的会员区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出了两集会员专属节目影后谈 影后谈基本上都有两个钟时间那么长的 都差不多了 我觉得时间不是重点来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讲了一些不敢公開说的东西 我觉得 比较叫做 怎么也好呢 就是比较个人一点点 再个个人一点点 我们本身都很real的 但是节目里面是再real一点 就是再real一点 就是你们会看到一些比较 就是听到我们每一个系列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和我们真的觉得香港的一些文化 或者一些电影的一些看法 就是这些就是我们会分享很多的 其实未来这个节目都会越拍越多的 但是当然我们正片的节目 就是影文对谈是不会减少的 就是我们不会因为将会员 所以就会有专属一集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承诺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100% 想给大家的 都是那句啦 就是Muchofi和我两个人做一个影评 永远都是抱着一种 没人说就是我说 我们永远都是很希望做到那个效果就是 就是我们讲这一样东西出来 你们会有种感觉就是 我竟然没有想过 其实不一定是对的 真的不一定是对的 你也不需要一定要认同 但是我只是希望大家就会开始明白到 其实影评不是只有好不好看 或者演员是否合作 或者导演的作品 前面做了些什么 去致敬了些什么 那就算了 它可以有啊 这些是一些基本内容 是要有的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再转一步 所以才会有《影文对谈》这个节目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们背后的制作理念 就欢迎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 那你就会知道更加多了 那继续之前的 讲了三集关于黑社会的戏之后 那我们就来一个翻来篇 就那一套近期少少的戏 虽然说近期而已 但是也有了一两年 三年 都三年前 等下 四年了 啊 2020年 这套东西 原来我做了这个 十九夜做了这么久 是啊 我写影评 原来我都写了四年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套东西是我出来的时候 第一、二年都能出的 啊 原来都这么快啊 日子过得 对 都一时无声了 OK啊 希望我跟你还要做 都有这个台 是不是 好过我们之前单打独斗的 我觉得 是啊 我们今天要讲的作品 就是2020年 由陈建朗导演执道的《手卷煙》 那当然有我们最喜欢的林家栋 飾演里面的《关超》 之后有另外一位 南亚的演员 Been Karma 飾演《文尼》 那你问我呢 这一套东西为什么值得说呢 其实是 其实这是我 Request Amu Trophy 给我去讲的一套东西来的 那相信大家都会学得很诧异 那为什么《手卷煙》 会归类在黑社会 系列 就是我们这个黑社会系列里面呢 那 后一点我就会讲到的了 但就是对一些有追开我们 但没有看《手卷煙》的观众来说呢 我会比较推荐你们去看这一套电影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近年来比较少的江湖片的一个族作 或者一个类型 就是一个近年来比较少的江湖片 那应该这么说 江湖片其实是绝绝的了 我觉得 你会不会认同呢 Mu Trophy 第一天来我们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领导下 就是香港已经度过了这个由乱到自由至架兴的阶段 都很难拍相关提携气 而来大家都体验了 真的比较大小小的观众 真的从小到大了 你都不会 观众都体验了 那市场自然会 毁缩啊 对 对 直到没有了 不过当然 我们也认为有熊叔叔 有熊叔叔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扎迹2 和扎迹3 都是代替熊叔叔 扎迹3 虽然我们未看的 但我们就快去看的了 没错 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扎迹系列里面呢 扎迹1 Technically speaking 是97之前 去到2000年的 之后扎迹2 故事是16年前 之后 再说过了好几年 他不够姜 他真的不够姜写 写得这么明显的 他不够姜 就是跟人说 黄中乘的字头 他们三位大佬身处的年份 但他们有手机的 所以就 预估不会是2000年吧 所以就 可能在某个平日市场的香港 那时候 挺好笑的 是的 那时候很早就有 197之前就有自然电话 可能是 可能是 Steve Jobs做了10年 即Steve Jobs很安静 早10年 发明了 但那时候没有Wi-Fi 那怎么办呢 可能发明Wi-Fi 那时候又早了10年 所以就说 好了 回归正题 其实我们就是想说的 手卷煙很难得是一套2020年代 我会这样形容 我会觉得它是一套 很久没有讲江湖味的 即是很久香港电影中 讲江湖味的一套作品 或者这么说 其实不是江湖味 反而是讨论仪器那样东西 即是那种质感是很有趣的 所以如果之前失去的观众 我就非常建议你去看 这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突破的作品 所以我会非常建议各位媒体的观众 快点入场台 即是快点去看 因为这套也是一套挺有趣的作品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讨论 全部都是剧头无上限的 This is your warning 如果没问题的我们就继续了 其实很老实那句 我记得我2020年 刚刚看完的时候一出电影 我是感受很深的 因为我真的很久没看过一套 去讲江湖味气的一套作品 但亦都坦白说的 就是那时候的我其实没接触到黑社会 即是赌场的黑社会作品 我想我其实那时候 黑社会三部曲的三五成群也好 或者是古惑仔 甚至乎黑社会两集 其实那时候我都没真的看完一次 那当然我之前和你们说用毛主席看 用韩非子去看 用很多社会学 或者一些历史角度去看的知识 我是完全都不知道的 真心更加不知道他们是奇案片 即是用奇案片去看三五成群 简单来说就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就比较幼乱一点的 对江湖的认知 所以我会觉得江湖味很重 但有一直在我们三部曲中追上来的朋友 都会明白到江湖的定义是什么 基本上是一个在朝廷 即是法律 政府之外 民间 人和人之间的斗争的故事 但我们那三部电影里 在这三部曲中 我从来都没有提及过 我议气这个字 但Motovi 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对白是什么 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对白是什么 这部电影里面有一点尴尬的 我觉得 坦白说 我觉得最爱情的那部电影 有点不是被人说的 但是根据导演的说法 就是他从上一辈那里听回来的 那我都明白 为什么在现在的语境下 这部电影就变得尴尬的 因为 尤其确很少人再说议气 这两个字 因为你之所以听到疑气 通常都是 那些人就会找你笨 你帮危气做完它 你明白吗 我想我也挺肯定的 我这小子都没听过 有人跟我说不说一不说三 不说疑 不说风不说雨 不说什么 这句话是比较 我也同意的 因为其实 我可以很坦白地问各位 可能说我们的观众 就比较迷惑一些 可能大家都会自称 我是义气子女 又或者 你们成长的阶段就是 果然够义气 捱一捱义气 但问题 坦白说 我作为一个90后 末代90后 都比较美声的 我很认真 那句就是 我发现 我身边的朋友 我不是说他们不说义气 是你做了一些很说义气的行为 他们不会用 果然够义气 来去做 来去称赞你 我那代人 其实已经不会再用 即是不会再推崇义气 这个字了 那我说是 真的 随着 这个社会物货的转变 真的随着大家越来越有钱 那自然就 没有了这件事 就是大家 以前 大家 狮子生下精神 对不对 大家都这么穷 又有义气 现在大家都有漏 你没有漏吗 我有漏 很好笑 但是公平地说 其实 义气是什么呢 大家 这个时候 我真的很想反问好我们的观众 其实说义气 大家就说 义气 说雷气 够不够雷 但是问题是 technically speaking 我真的想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翻译 你可不可以翻译到什么叫 义气的英文是什么呢 义气 还可以是什么 还不是义气 那死不死 就是那样东西 但是technically speaking 你在华夏文化中 说义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 很精彩的字 基本上跟道字 是没什么分别的 都是很难去 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 但是至少 古人里面说义气的 就不外乎两个 一个就是孟子 另外一个就是墨子 孟子有说过 生亦我所欲也 义者不可兴得 义者不可兴得 写生而取义者也 这句就是孟子说的 其实墨子都很讲义气的 那样东西就是他会说 简单来说就是这两位大言 尤其是这两位古人 都认为义气那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做正确那件事 那什么是正确呢 就是每个人都有所谓正确那样东西 所以 which means 就是说 这是一个比较道德一点的东西 但是不过这些 不展开讨论 就是这些很深的哲学讨论 但是意思就是什么呢 其实义气那样东西呢 我去叫做现代翻译下 我会觉得是信任问题 而这一套戏呢 其实就是充斥着信任问题的 这一套戏就很有趣的 就是你问我 我觉得是林家栋 我之前看这一套戏之前 就是看志祺的 隋道拍的志祺 他里面做斩歌 那之后呢 他在这一套戏里面 他又做关超 一个华籍英兵 我深信呢 其实很多 香港人呢 都没有想像过 是的 英兵不一定是外国来的 又或者聪明一点的人 可能对香港历史 有多少许认知的 可能会觉得 就是知道就是 可能香港的英兵就是 可能是印度人呢 是不是呢 就是带头绿衣嘛 就是真的有这一套戏 但是其实 亦都有华籍英兵 就是可能 或者是说广东话的华籍英兵 这一件事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说 可能我们香港人对军人的理解 要是美军啊 又或者是英国军啊 又或者其他军啊 又或者解放军啊 但是你是不会想像到 香港有自己的军队 但是问题就是很有趣的 或者他曾经就是说 叫做是属于香港政府旗下的军队 華籍英兵啊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是一件很特意的事 我想说就是说 其实关超是这个 社会的角色 是一个很边缘的人 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人 又或者这么说 他 嚴格一点来说 他不属于香港 你明不明白这个意思是没有错的 你要知道 就是旧之之前 那些人呢 都觉得自己不属于香港的 不是 其实 嚴格一点来说 就是说 他觉得自己属于英国的嘛 就是华籍英兵 但是 没错 但是故事就是 一开始就是说 士头伯不够雷 就是不够義气 他就是 就是当他们 就是 棄于草戒 啊 虽然说他就当他们 就是 都没有给他们 英国公民身份 就是没有给他们 就是英国公民身份 他们 就是扔回他们 在香港 然后任由他们自生自滅 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要跟你讲雷 真是士头伯 为什么要给你 英国身份证呢 就是 他给你的人情 不给你的道理 你真的不是英国人 我搜索给你这么久 你真的不是英国人 但是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为什么这么英兵 那些印度人也是这么说的 你明白吗 这些印度那么多人 每个人都说自己是英国人 还得了 只是殖民地 对 你只是被殖民那群人 哪有资格 成为殖民者的公民呢 你要知道 我经常都觉得 香港人 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我意思不是说 你认不清自己 中国人还是英国人 就是你最近有一个新闻的 有一个公务员 想吃两家茶礼被人发热了 真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明白的 大家都会想得到 但是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只会得到 这个又是一件很香港人的事情 就是你申请美国陆客 你都是求神拜佛 你都是要做一大堆事情 升职到美国陆客 你明白吗 你不会指着她的鼻子 和她说 为什么你不给我 我应该的 我知道 但问题是 关超也说了一句 我当时也失败了 但真的 你们经常觉得自己是天堂到的 有一个大陆来 上海来的骨妹 她就说 为什么我来到香港 生活都是这么好的 我也是回到上海 所以关超第一句就给她 就是说 是你觉得自己来了天堂 其实是好这一件事 我很喜欢陈导演 或者他们的创作团队 设计到关超作为一个 这么有趣的边缘人 因为他既不属于中国 他想成为英国人 但英国也棄于草界 基本上这一套东西 又是很反映到那件事 就是个人和制度之间那种矛盾 又或者不信任 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 关超其实本身 以为自己是英国人 但其实他不是 但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属于中国那边 如果不是的话 他不会走去做英军 你明白这个意思嗎 你应该是加入解放军的 是不是 不是 但是那时候也不能加入 那时候也是加入地下共产党员 不好意思 那时候 你现在也没有资格成为共产党员 哦 也是 地下党员 我也可以重申一次 即使2024 我们香港人游字及兴都好 我可以跟你说 我们是没有资格成为中国公民 也没有资格去参加解放军 就是去参军 因为我们是香港永久姓居民 我再重复一次 我们不是中国公民 我们只是香港永久姓居民 或者technically speaking 是香港省的居民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意思 但是那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关超就好像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这么说 很多在香港生活的人 在土地生活的人 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某些东西 但其实就是他里外不是人 这个设计是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很贴切的 我觉得是很贴切形容那种半天调的状态 就是这种半天调的状态 就是很香港人那种感觉 因为大家没有跟 那好了 但是作为一个没有跟的人 你是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 你不像70年代 那些大逃港时期冲下来的人 那些现在大家都是香港人 但问题是他们 那时候心底里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他有强烈的中国身份认同 那我想问你 阿关超 其实他被英国人又抛弃 但他又不认为中国人的时候 他有什么身份认同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灵魂敲韻的每一个香港人 他说 真的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困扰了香港人 都会有一个世纪 是啊 要知道 你怎么看自己 英国人怎么看你 中国人怎么看你 就是三个世界的事 三个世界 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 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很多我们的人 想理解香港人是什么呢 他们只能从英国人的口中 觉得我们香港人是什么 或者中国人的口中 觉得我们香港是什么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香港人 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香港人应该是什么 你说我喜欢鞭尸也好 但是呢 我们很久之前 就在这里说 七八十年代 即六七十年代 香港人在黑暗阵 记得吗 记得 记得 那时候是什么 都在街上火灼 真的烧了车 是 即是六七暴动那些 但问题是 我们在那里留言 即是我们的节目一出完之后 下面有一位留言 就来跟我们说 就是说 喂 你觉得香港六七十年代 是 你是不是左仔来的 即是是不是那些 CCP視角 这样 这些朋友 我就不会怪他的 他的状况 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 其实我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 不会去想想 就是大家身为香港人 但是 为什么对自己的 历史 如此模糊不清 这是第一 第二 当你再重温 六七十年 甚至八十年代 解殖的历史 即是 开始去殖民地化 大家开始 争取一些 香港本土 尤其是一些 香港的一些 意识的时候 你很难避免 和当时的 中国共产党的 意识形态有 overlap 会有重叠的位置 但是 香港人从来 是不会懂得 怎么说 他是不分不清的 就是他那样东西 就是觉得 为什么自己忽然间 讨论下 那些反直 反 就是反英 反直 反资本主义 这些东西的时候 忽然间 会变成左仔 但明明 他们追求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但问题是 他们又会很讨厌自己是左仔 即是六七暴动之后 大家对左仔 这个字是一个贬称 但是当 现在你作为一个 2024年的香港人 看回那段历史 你又会情不自禁 觉得自己做了左仔 你明明那件事 是多少矛盾 是多少好笑 那变相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 就是 你作为关超 像这样的人 其实你看到的 他作为一个无根的人 你在香港那里 他连自己最亲的兄弟 因为金融风暴 就是炒楼 之后 就开杠杆 开吴乱店 之后就跳楼死掉了 就是还不起钱 一时看不开 跳楼死掉了 自此之后 就是关超 就真的从来都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 就是他对身边任何一个人 全部都不会有 就是他的表现 都是展现着他那种不信任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Muchovi 不就是香港人的状态 所以都不信任 又不相信左仔 但是自己想起来很左 但是又不想成为左仔 但是我又觉得香港人有这位搞笑 有时候是很幼 真的会 幼逆窮人 是的 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利 你没有着数 但是为什么你会惨 你会妄想自己 站在他那边 你就会成为那些人 其实就像关超那样 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隐蔽 他以为自己是华籍英兵 他就自己可以拿BC 然后去做英国公民 但是他到最后是怎么样 隐蔽 你明白吗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好吧 有点熟悉 就不像香港人 真的很像的 但是最有趣的就是来了 结果关超就要背起兄弟那条数 他一环环了20年 他就去露片露黑 他就出来走 是很有趣的 他就很少跟人说异的东西 其实你在开头那一幕 你就会看到关超那份人是怎么样 他就是来自当头 他各样东西都是有个价格 你不发觉他吗 文理来到他家避难 他第一件事是说收他多少钱 收他一百万 对不对 他跟泰哥聊天 聊生意 又是钱 去动勾泰哥 但是同时他也都 他其实又是跟着赛宝去动勾泰哥 就是卖金钱龟 对不对 他又动勾 其实整件事很香港人的 很聰明的 你发不发现 吃两家茶礼 赚尽两边的 他不用做任何东西 但他就是赚中间的缺钱 最后就发现 都从头是乎 以为自己很聰明 最后就 聪明反备聪明 对 最后也有报应 你问我那样东西 就是我喜欢这部电影 就是这么说 四年之后再重新看回这部电影 我是觉得 原来他形容香港人那样东西 是形容得挺好的 很贴切的 关超原来是一个很 盡显香港人精神那样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但问题是来了 这部电影有趣的 当然不是只是关超姐 不是只能加冬 不是只能加冬 其实你问我 我最喜欢的 就是飾演文尼的 The Beam Karma 我觉得他的演技 又或者这么说 公平地说 我觉得他在剧本里面 是理想化浪漫化的主人公 就是一个不是很真实的角色 你明白我想说什么 Mucho 你认为他的性格不太真实 他表现那种很无条件的信任 他很善良 甚至有些位置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显得太弱势 他会常常对着关超说 他会说 阿sir 你帮一下我 拜托 那种感觉好像很 坏地说一句 你不觉得好像很印容 那你就知道 他是一个不是属于他的地方 他身传是一个不是属于他的地方 他才敢做 是 我觉得他是很 你问我 我觉得他的角色深度 可以再好些 但你问我 我都欣赏手卷兼那样东西 就是 他用The Beam Karma 作为主角 他其实是破除了很多 香港人对南亚裔人士的一点点偏见 其实在故事里面有几个 几次都是做这一件事 第一 文尼其实是懂得看中文的 记不记得那只金钱龟就死 然后他说要用电解质水 只龟仲暑 但问题是他懂得上网用中文去查 他说话有口音 但不代表他不懂中文 就是假扮主要吃老虎 不是 是 关超 或者我们作为观众 都会有个Stereotype 觉得他不懂中文 哦 都是 你明白这个意思嗎 就是 那样东西就是 我们会觉得他 老实那句 你看到南亚裔 我看到南亚裔的时候 我也是很下意识 立即跟他说英文的 但问题是 很多南亚裔的人士 说广东话 跟我们一样这么流利 可能甚至乎 音更正过我们 那好了 这又来了 有一幕 关超请买饭给文尼吃 但问题是黑饭 变成牛肉 他一路吃的时候 关超看着他的反应是怎样的 他很震惊 为什么他的族裔会吃牛肉呢 是 真的有些Stereotype 但是 其实是很多 但是 关超一开球 都是跟他说 其实我有名的 我叫文尼 关超你记不记得他说 叉仔 叉仔 是吧 你已经叫得很好听 叫死叉仔 哦 是 有时候 香港人Racist 就是歧视的成份 是 已经是入骨的了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 你们 很多这些这么败的名字 就是以前 叫大陆人 叫大陆里 就叫人家做阿撑 对不对 之后 叫一些外国人 就是红毛绿眼的 就叫他做鬼佬 但其实鬼佬 老老实实 已经不是贬称 因为 权力关系 是有少少不同的 他高级一点 对不对 你现在也感觉到 好了 你见到菲律宾人 你会叫他崩妹 之后 你见到日本人 你会叫他夹仔 那为什么叫他夹仔 因为 二战疯了 对不对 你试着二战去赢够了 你会说的 那不疯你呢 之后 他叫TinaG 是的 就是 看到印度人 就会叫人家做阿星 或者叫阿X 你会觉得 其实 唉 香港人 又会 不要说这些 又或者你看到 那些什么 就是客家人 淡家佬 那些 都已经是说 淡家佬 呀 客家人 那种 其实那种种族歧视 或者那种階级的观念 是已经融入了 我们香港人那种骨子里 而我们感受不了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故事包含了这些 小数族裔是一件 非常值得鼓励的那件事 因为其实他们 都是香港的一部分 另外一套 王秋生主演的青春 都有南亚裔演员 其实你问我 我觉得我会很希望 真心我真的会很希望 未来的香港电影 更加多他们的身影 他们都是香港故事的一部分 很简单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各位朋友 你觉得身为香港人 要有什么条件呢 是不是代表繁体中文 说广东话 你就是香港人呢 那为什么 美国那些华人 不是香港人呢 好了 那些BBC 那些BBC 懂广东话 懂几个繁体字 讲广东话 你会不会觉得 香港人呢 不会 好了 是不是有香港身份证 就是香港人呢 那你 淡仔那些 真的有香音啊 跟你说墨演生小啊 你会觉得 他不是香港人的 大家会开始明白 那件事是什么呢 其实香港人本身 是一个可以很窄 也是可以很阔的一个形容词 所以其实香港人呢 本质上呢 就是在香港这些土地上 生活的人而已 但是他其实不可以很特别地指某一些人的 就是土生土长香港人 文利和文素 这两个兄弟 还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你们明白吗 他们虽然是印度裔 就是说这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 他们都是在香港的教育体制里长大的 那为什么他们不是香港人呢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想和大家说什么呢 这一套电影《手卷烟》 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他喜欢含入到一些本身是香港的人 一些 minority 一些比我们主流所忽略所边缘化的人 在这个故事里面 而我是很喜欢的 而其实这个dynamic很有趣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一套电影是说信任 或者是怡气 而是怎样象征出来呢 其实就是关超所吃的烟 就是云斯顿是不是 还记住他的兄弟 但问题是 那一套云斯顿是过了气 没有味道的 就是追上一些已经过去的东西 那一套味不再存在 那种怡气的信任其实不存在 但是只有手卷烟 就是他有少少怎么说呢 虽然很噁心的 但是问题是有口水 有真的叫做亲密一点的 手卷烟 是不是 就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一个交换 就是体液上的交换 就是噁心一点的 但是问题是 就是你会看到那种亲近的 那种兄弟情就是这一件事 而文尼和关超的关系 如果你再套上种族 这一件事就是一种超越了种族的兄弟情 以前江湖片里面 讲兄弟是怎么来的 就是有少少 怎么说好呢 三国演义那种桃园结义 是不是 就是三兄弟流关章 当然这些这么远古的我不想说 但是回到香港的 context 可能由70年代开始说的 其实是有那种同乡会的感觉 兄弟本身是说大家同一个性的 但是问题是 在70年代的语境之下 其实不是同名同姓才是兄弟的 是大家自同道合 就是大家的理念一样的时候 都可以成为兄弟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仅限于大家同种族 就是同乡会 就是我知道的 你是福建人 或者大家客家人 会容易成为兄弟 但是问题是福建人和客家人 还有潮州人三个成为兄弟都有的故事 但是他们起码都叫做华夏民族 或者是中国人 你有没有在七八十年代的故事里面 听过一个华夏 或者是中国人 和一个印度人 或者南亚裔去做兄弟呢 所以我会说 所以做了兄弟 是因为大家都被人遇气了 就是有共鸣 共鸣相面 是的 在普传 其实是事实 我们之前说校园风云才算 校园风云其实也是这样 潮州佬为什么要加入黑社会 因为要受到保护 或者三五成群 其实都是因为想受到保护 陈浩南为什么要加入黑社会 因为被鸣君克爆可乐瓶 想受到保护 之后 志明仔为什么要加入黑社会 就是为什么要加入和联盛 做小贩 被黑社会欺负 就是想加黑社会 所以大家看到江湖那样东西 就是义气本身 是有一种信任 是一种保护大家 大家团结的那种味道 但是你看回 老实实的 就好像那把雲丝等过了气 我真的发现这个世代 很少人说义气这一样东西 很认真 就好像一开始 Muchofi在那里说 就是义气这一样东西 在现代的 context 或者在我们现在2024年的语境 通常那些人一跟你说义气这两个字 通常都是找你笨疾的 是啊 应该顾色的一件事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样东西 其实是香港那种人和人之间 那个信任是很薄弱的 但是这个故事就很有趣 他用了两个场景去讽刺忠义 就是去讽刺 或者去呈现义气那样东西 记不记得辣雞 就是白紫色燕的辣雞呢 最初为了找文尼 或者卡比 就是文尼的表哥卡比 那堆白粉的时候 他踩进了重庆大厦 他在重庆大厦做些什么 他就是走进去重庆大厦 问一些南亚越纪人士 有没有见过他这个同乡 是的 但是打过去是金的 但是在这些情况之下 你看到那些黑社会打架人 我想百分之九十的香港人 看到第一件事拍片 第二件事就跑掉了 但是在重庆大厦的街坊街里 明知对面那个都是黑社会 那个是伯伯来的 六十多岁 整天满面胡桑 但是白色的 但是他也会冲出来去捍卫这个同乡 这些就是义气 本来关超也差点被打的 但是问题是 关超说了一句 真的说了一句 我在这里住隔 我也是你的邻居 他就立刻信了他 你们敢不感受到那种东西 那种信任那种义气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盲目的 但是问题是 每当仗义逃九倍 读书多是负心人 这个意思就是 原来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和信任 是这样呈现出来的 不是对面那个大拳头大势力 就对了 你欺负我的人 我要去保护他 至少令他不要受到生命的威胁 一件天公地义的事 但是好像在香港的华人族群消失了 好了 第二幕呢 也是我挺喜欢这部电影 去呈现怡气 或者呈现那种动刺 记不记得最后决战的时候 辣雞中枪的 就是泰哥找他挡子弹 即是《竹星》来了找赛铺 之后就跑去找泰哥尋仇 就开枪射够 打算射够泰哥 但问题是 泰哥找辣雞 即白子去挡 白子是怎么死的 不中枪就死了 有心想 你找我 不就去Dead Pool 找你一个Lice Pool 找赛铺 但他死的位置是什么呢 他死在关义哥的脚下 哦 是啊 關义哥 是代表中意的神子 神明 即是讲仪器 黑社会 他们去砍友之前 誓師都懂得拜关义哥 喂 陳浩南都懂得拜关义哥 那他们是不是讲雷 他们有没有讲雷 屌你啦 没有 就是泰哥和白子的关系 就是那样东西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这部电影 呈现对仪器的讽刺 或者表达很有层次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 我更加喜欢那样东西 就是他呈现那种很地蹲的暴力 你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 尤其是最后一镜 到底都是那种很粗的课案 很直接 就是一拳打你 然后躺下 然后再起身就打 整件事真是很RAW 就是一种很爛仔膠 就是致敬韩片原罪版 虽然我没有看的 你身也没有看 但问题是致敬原罪版 有缘我要看一看 但是我想说的不止是这样 其实你会见到 辣鸡每次行刑的时候 用的东西都很随处可见 很逼蹲的 就是你在黑社会 古鸭仔里面 你见到他们砍油 是纳把青 纳把牛肉刀 纳支铁通的打人 打人齊人 或者拿一条单车链 就是搬银子就打人 但辣鸡从来不是用这些的 用拳头 然后用铁杂 用那些兄弟去捉一个南亚人 然后玩HAPPY CORNER 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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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扔他到洗衣机里面 就是大型洗衣机里面 又或者用一部职尺吊起他 或是压住他 他给我的那种感觉是很 原来暴力反而是随处可见 而且也不是需要用什么特别的武器 去施展暴力 其实想怎样都可以 这一样东西 那股脏很有趣的 我觉得那股味的韵味 是很有趣的那样东西 那就是这样 你会感受到就是说 为什么南亚裔的人 那种人情是会浓厚过华裔的人呢 就是大家都身着香港 都是同一片天空的 大家都是这么穷的 其实老实那句 就是钱 是不是真的说三四千元 是钱 是钱来的 就是十万和四十万都是钱 但是问题是 我相信你的资产有四十万 和你的资产有十万 你也是在乘地铁去上班 就是你未去到出街吃饭 可以打个黑痴不用看牌 之后你每天上班乘搭的士 就是大家明不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大家都差无几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会很重的那种歧视 就是其实阿文尼弟弟阿文素 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除非你记不记得文素 为什么要被人见家长呢 别人欺负他 他打高人 就要见家长 不是 准备一些东西 因为他成绩差 还要打高人 他不小心打了一个对面 给他成绩好的人 是的 很赤裸 但是再多一重 那样东西 就是那时候那里的人 就是那里的学生 因为真的没有读书 我真的认真人 就是没大过 很幼稚 他笑咬文素是叉贼的 这些东西 然后又排擠他 又不小心去玩 又笑咬他 那喝无可喝就还拖 但是很老实那句 这一样东西 就令到他们被社会边缘化 就是读书不成 到最后就好像三五成群 甚至是古华仔那些 出来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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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很简单的大家打开一份 大家不用不认 你觉得你自己不歧视不要紧 没问题的 你人格高尚我喜欢 但你不可以排除东方日报 他真的三九五时 他就写一份来剿策南亚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什么叫南亚金刚棒 这个意思就是 东方日报出了一个专栏 专是写南亚裔人士在香港犯罪的事 或者犯的案 他们是有一个archive 之后那条archive 已经累积到一条金刚棒 可以三长缩短 你们明白吗 大陆人都在香港有试过有罪案发生的 香港人自己都会作案 那有没有香港金刚棒 或者大陆金刚棒 没有 但是有南亚金刚棒 也有有班警金刚棒 没有 没有 哪里有 他拿金刚棒帮你 有 但是我想说 那样东西就是 他们被人边缘化 结果要露黑 露黑呢 他有没有选择呢 因为他被社会排除出 体制外 很简单一个问题 真的很简单 可能我见识少 但是我真的好像没见过 警察是有南亚裔的 我也没见过有公务员是南亚裔的 如果有的可以跟我说 我见识少 对不起 我先道歉 真的认真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 这些职位有南亚裔人士 他是被人排除出社会 看制外 你想想那样东西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只是因为他和你的膚色不同 或者他和生活习惯文化有少许不同 或者这么说 大大不同 但是我都和你说了很久 整集开头就说那样东西 你香港人本身屌你老美西 你本身都没有一个 unify的信仰 或者文化的 很简单 你可不可以跟我说 邓家仁不拜巴祖 你拜佛祖 他拜妈祖 一个海神 一个是大陆的神 他拜拿渣三太子 你就是去拜孙悟空的 喂 扯不认真 老闆 他拜天后的 你拜什么 太上老君 是不是 你拜文武庙而已 拜孔子 或者拜关帝而已 大难都扯不认真 但是你都会当成香港人的 为什么南亚裔的人士 就不是香港人呢 所以我重新那样东西 就是香港人的定义 是一个可窄可闊的定义 是视乎你怎么看而已 但手卷英就是包含了这一样东西 我是挺喜欢的 很认真的 就是这样 去到最后 竹星那句其实真的没有说错 真的没有人说错的 他就是你门子冬 自己人打自己人 事实来的 他有说错吗 没有啊 就是拿着一支枪 他不用开枪啊 他其实不用搞你 他就是摆在那儿 看着你吃花生 你已经自己没东西做 你都会自己抽类 这些就是同室操锅 对不对 你觉得香港人 是不是会不自己抽类 不用带风向 自己都会抽类 所以就是这样 只能我说 如果说香港人这些心态的问题 我觉得说十勢都说不完 因为都困扰了大家很久 我觉得是什么呢 你说不是问题 但要正视 但我想叫香港人正视这些事情 真的很难 所以算了 我也挺肯定就是 都会有人吊齊我们 不过这样的 如果肯听到这个时候 那些朋友 应该都不会吊齊我们 反而会反思 我也是那句 我说这些事情出来 不是想笑你 我是想大家一起反思一下 去看看如何做得更加好 香港呢 今时今日这样 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猜真的是 真的是 就是竹星那样的角色 去令到香港那样 大家想想 竹星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形象 他说着一口 國语 台湾叫国语 另外一个名字 你自己想想 大家识字 他看着 關超和泰哥的男人打架 那支枪有没有指着他们 没有人指着你和自己人类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香港人就最喜欢自己人和自己人类类类 那你看到发生什么事呢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希望在下面的留言区 出现这个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 但是 他自己人打自己人 那帮我们推高一些 叫做标数的algorithm 这一样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悲 那样东西就是 香港人喜欢自己类类类类类类类 去到最后 你只能够靠这一样东西去生活 即是不在两个方法 我们看到你赤鳅 或者你吊賊我 我吊賊回来 然后推高演算法 然后我们赚多1-2元 加3元可以有动感 不要吵肥 但是另一边商 就是那些人在现实生活 有时候我不明白 哪里来那么大那种怨气 即是那种恨恨 那种怒恨 那种怒恨 那种怒恨是在哪里来的呢 即是上班 即是我日常生活 我又不见 天天都有人斩人 天天都吵人老母 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到上网 就个个都吵了老母 又最喜欢脚脚脚脚 即是他们下班的时间 就不是用来休息 是用来跟人脚脚 即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享受这些东西 即是居然而最有讽刺 就是我们被人吵 结果我们叫他要赚多少 他赚了一两元 他吵你就是用来爽一两元 即是一两元打个炮 一两元打个飞机 一样抵吵 那这个就是香港了 所以 就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都想听 多点关于这些社会 江湖类型的电影 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里 讲一下你想听哪一部电影 除了杂质之外 杂质是我们会做的 可心 一定会做杂质 会来的 会来的 我等了很久 我之前本来都不打算看一二集 但我都看了 这次诚意之作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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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